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当我们看国际新闻的时候 会发现人性是共通的 那么中外可能都会有 非常接近的新闻故事发生 台湾有位种树赖嗓 他也是爷爷辈的人物了 那么在台湾自费种了 不止一片山林 不求任何回报 只希望台湾多一些 可以呼吸的律废 同样情形 今天我们要报道 一个老奶奶 年过70岁 她在墨西哥 经过了不止十年 她在墨西哥的蒙特雷附近的社区 带头种了超过100万棵树 她都是从小的树苗开始培育 那么这个老奶奶的森林 每一年已经生长超过7万棵树 待会还会报道 在西班牙当地的科学家 是利用无人机来播种 透过增加植批 来抵御未来的气候灾情 在科学期刊的一份研究 曾经估计 气候持续升温的话 西班牙南部恐怕会完全的沙漠化 这些用一己的力量 不断地种树的人 非常值得我们认识 为了对抗沙漠化 西班牙的科学家 利用无人机来种树 要重建当地生态 在当地因为地貌的关系 传统造林非常耗时又不符合成本 因此便利用无人机的方式 远端操纵来播种 装置的下方设计了一个盒子 可以填装种子 而这些种子也都经过特殊的设计 可以耐旱 也可以避免被野生动物吃下肚 专家认为这片土地 百年以前是被树覆盖的 却因人为活动几乎消失 因此从七年前开始了这项造林计划 预计在2035年结束 目标是透过增加树木多样性 来打造可以抵御气候灾情的地貌 专家也认为增加植批将有助于恢复生态 尽管百年以上的破坏 不可能在20年内就得到修复 一项2016年科学期刊的研究曾预估 如果地球升温没有大幅度得到控制的话 西班牙的南部将会完全变成沙漠 至于在墨西哥 一位年过70的老奶奶则带头种植了超过100万棵树 当地种植的树种主要是松树 因为它们防止土壤侵蚀 促进水渗透等特性 可以帮助当地恢复生态 根据估计 托雷斯的这片森林 每年可以生长超过7万棵树 不过近期却惨遭灵活 上千棵树木的树干被烧成一片焦黑 11岁就辍学的托雷斯 十年下来带领当地妇女们一同培育树苗 用在这个地区再造林的项目上 并希望透过他的行动 可以鼓舞下一代 种树可以说是最简单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 不过想要有效阻止地球暖化 减少温室气体被释放 并保存现有的森林资源也非常重要 TVBS新闻综合报道